早晨 陶夫 大家好 早晨 陶夫 你今天做什麼午餐 今天午餐就是脆脆的 都是炒麵 因為通常我和陶夫人就下午都很少吃飯 主要是吃雜糧 麵包或者薄餅之類的 我就喜歡比較吃麵 所以今天炒麵 但有時候你不一定要去中超才可以炒麵 是的 其實附近車市場有很多材料都可以去炒麵 這些麵就是很多超市都賣的 就像蛋麵 不敢讓我們回憶起我們年輕人 記得在街邊炒麵 就是這些麵 這類麵叫黃麵蛋麵 這些麵就是牛丁 牛丁就是肚餐 肚餐是有時候可以單獨買 現在我看到這麵就是一瓣 如果成年人一瓣都差不多 那你就玩兩瓣兩瓣 這個也是麵包 這些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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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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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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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芽菜也很難找到 這些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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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買一包 雜菜 玩玩玩玩 好 今天就叫做 隨便炒一個 雜菜叉麵 好 首先 燒熱的麵包 把麵包 拿下鑊 對 拿下鑊 鑊 鑊 再燒燒 讓它燒熱 因為只不過是 爆香的雜菜 因為我切了一些 洋蔥 不用全部 爆香 放下去 快把麵包 你們看見這些 雜菜已經 拌好 已經 準備好 去炒 不用再ес 直接熄 powerful 这些杂菜有很多款式 有些组合不同 我这个主要是青椒,红椒,或者一些杂菜 有些有蘑菇,或者其他杂菜 你自己看喜欢吃什么 放一点点盐 其实这些有方便的 例如你自己家来炒一个杂菜 买这些杂菜也可以 很方便 如果你买买蘑菇的话 放入面 一个面,一个菜和一个汤匙 是的 因为这些杂菜是组合 所以另外买鸡 放入它差不多干身 加少许胡椒粉 再包一包 转到比较干身 就可以拿起它 放入鸡肉 其实大家看到 这个炒杂菜其实还没送 可以了 可以还没送 或者自己加少许东西 已经没送 那又是烧鸡 烧鸡 再烧鸡肉 再烧鸡肉 再加少许油 那你炒面便加多少许油 是的 我会加少许蛋 所以加少许油也不怕 蛋吸油 是的 蛋吸油 再加好锅 再加好锅 大家看到 又有烟出了 那就是放洋葱了 这个又用了 刚才用了 是的 用了 你看到那些有少肝葱头 为何要分开两次呢 因为来说 你炒了这个杂菜的时候 你加少许荣松 这些菜会更香 哦 即是大家分开香 哦 不要一起香 哈哈哈哈 哈哈 即是懒的话 懒的话 不要分开一起香 哈哈哈哈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香香了 那些鸟头 那你呢 就倒些蛋 那就是这样做 一来 那麵就香了 是的 以为呢 因为有些蛋在里面 那我就不太黏了 哦 是的 滑的 哦 是的 其实落蛋也有这个作用 是的 也有这个作用 如果你譬如 我刚吃蛋 我吃斋 那你不能吃 其实这个是一个素面 对吧 你觉得 那些蛋 不太好 嗯 嗯 接着呢 就落面了 面也就是了 面呢 它就是 ready的 是 是 就是 不用洗 不用剩的了 就是对这里的那个 啊 衛生可以有重心 是 所以就不需要了 那就拆散它 拆散它 哦 不压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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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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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拆均匀 我和你相手都没了感觉了 是的 做了这十几年呢 即是叫做 手滑到都没了感觉 那你自己下多少呢 那就不知道了 都是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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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一路 一路 一路炒呢 就是一路滑味的 那我就说 接着我最喜欢的了 就是 咖喱泡 是 我很喜欢的 很喜欢的 因为咖喱泡 本身都是有咸味的 所以就 喜欢吃的 加多一点 不喜欢吃的 加少一点 加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不要太咸 加少一点胡椒粉 是基本的 是基本的 是 是 炒到差不多 七八成热了 下其他料理 我最喜欢的 蚝油 因为蚝油的确实可以带起 炒面的鲜味 是另外一种香味 是 所以我们很喜欢加蚝油 加少一点 不要加太多 可以 再加一盒 豉油 是吗 豉油就是有咸味 豉油咸味 和这种豉油香 叫做豉油黄炒面 是 是 加少一点豉油 加少一点 其实我炒饭 我也是喜欢加豉油 是的 炒饭也加豉油 很香 很香 你必须加老抽 老抽 只要加盐 是 如果要炒饭 下醉油 它也有点色 很漂亮 是的 接下来 拿少一点色 再加老抽 老抽 老抽就是便宜又贵 贵价的老抽 就是比较漂亮的老抽 其实这些是很深色的 挺滴的 这个可以 这个 便宜的那些 便宜的那些 就难上色一点 很多都是不太上色 所以便宜贵 的确是有些分别的 炒飯是一餐兩餐 炒飯是用冷飯來炒 試試用一次炒飯 有一個很方便的炒飯方法 好,稍後陶夫人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現在主要是麵,先拌勻 大家看到我在拋勻 其實這是我自己的職業病 我會拋勻 例如我剛才會拋勻,不用拋勻 拌勻 但我發現拋勻會比較均勻 拌勻 可以用筷子 或者用筷子拌勻 拌勻 這樣就不一定要拋勻 因為這些蝦就不用學 你見到差不多了 我可以試一下味道 剛才我試過味道 都夠味夠鹹 還有一盒雜菜 我倒進去 如果你不想吃雜菜 或者是想吃炒麵 這盒雜菜炒麵就可以了 我們再加一些菜 就是雜菜炒麵 把食物拌勻 她放下然後 用來會變得漂亮 是的 它可以用來拌勻 那這個步驟 主要是要拌勻 拌勻 因為所有東西都可以用來 雜菜也有味 雜菜也有味 所以這個程序只會拌勻 或是把熱 在炒過田之中, 試味 加鹹味或調味, 千萬不要重手下 少少少下 不要再加重手, 因為沒得夠 沒得夠, 因為做兩樣 像炒菜一樣 慢慢來, 逐步按一步 不要一步登天 一步登天, 雖然沒得夠 沒得夠, 很多人是這樣的 沒有所謂的, 就重新來過 對 就像這碟食材一樣, 就重新來過 要多不愛, 或者倒點水, 沾沾沾沾 這樣就有一塊 最不好是甚麼呢? 就賴人 是呀 即是自己失敗了, 就賴這個賴 最不好的 因為這鍋菜是你自己炒的 是呀 不, 你自己負責 你自己負責 所以我很小心, 如果我有什麼差池 對, 淘寶人就要我負責 當然 不可以吃的 又要考慮一下 重新來過 重新來過 你看到現在這個就是 差不多了, 看到嗎? 是呀 那些顏色都出來了 現在你見到可以蓋子了 可以蓋子了 可以蓋子了 這次就是一塊 炒麵 一塊 都可以混凝 對 如果你家裏有三、兩個人 這個份量都會適合 今天是一個簡單 容易做 材料易買的一塊 集菜炒麵 就完成了 這塊 這個集菜炒麵 材料费用是三磅 这份量就足够三个人吃 希望能帮到大家 真棒 大家麻烦你们 订阅、赞、订阅、订阅 和我分享出去 最好可能的 按一下小钟 谢谢